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9月3号礼拜六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两岸的最新局势 有两件消息要同大家分享的 第一件消息 在昨天再有大陆的无人机 闯入了金门的上空 一个微博网民在厦门的海边 遥控无人机驶往金门的方向 并且在金门的上空 投窄了一个红色的胶袋 袋里面再有一个茶叶蛋 以及一包榨菜 第二件消息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所说 日本国会和台湾政府已经同意了 就着大陆有可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 讨论如何撤离在台湾的日本公民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也有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大陆无人机 在金门上空投窄炸弹的情况 一名大陆网民网名叫全州机长 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1分21秒长的影片 在这一段的影片里面 全州机长 驾车就是从全州出发往厦门 在环岛路的海边组装无人机 并且将一枚真空包装的老弹 以及一包陪灵炸菜 先后摆入一个中间被撤开的塑料瓶当中 影片当中他还在塑料瓶里面 塞了一封手写的信件 他声称这些就是送给台湾人民最真诚的礼品 影片的后半段就是拍着一架无人机 吊住这个被撤开的塑料瓶 以及一个红色的胶袋 从地面升空 并且往金门方向飞去 那封信到底是写什么的呢 信件就是这么说的 台湾同胞们你们好 一线执勤辛苦了 大陆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吃不起茶叶蛋和炸菜 但是我们将最好的 吃不起的炸菜和茶叶蛋送给你们了 为民前线的守军 两岸人民永远都是一家人 当然他送得炸菜和老蛋 那个意味就很明显是挑衅的了 炸菜和老蛋 你夹起来就是炸蛋 普通话的发音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网民利用了炸菜和老蛋 作为一个寓意 就走去金门那树 叫做炸炸蛋了 当然这个就是非常之小学鸡的行为 他又不敢真是炸那些 真正会爆炸的炸弹 就取其谐音 这件事难免就会令人质疑了 到底官方在背后 是不是默许他这样做的呢 因为我们就会见到 这条的影片 在微博上面 放了整天这么久了 都未曾是被下架的 如果官方是不认可这些行为的时候 那一定会将这些影片 下架 全网封杀 谁重新上载的 都要禁制了他 但现在不是的 在网上很多人看 看到那些小粉红 鬼那么亢奋的 兴高采烈的 那再加上一件事就是 官方似乎就没有找这个 叫做全州机长的网民 来到去约谈的 或者没有将他刑事拘留的 没有将他拉人封艇的 那最低限度就可以反映出 官方没有对这个行为 是反感或者是反对 那至于说这个行为 是不是官方指使他这样做的呢 那就很难说了 始终就没有说确实的证据 但是他玩到这么大 走去拿炸弹的鞋音 扔过去金门的时候 如果官方没有对他 采取一些作为的时候 那就起码反映到 其实大陆一味在说 不想将台海两岸的形势升级 这些是空口讲白话而已 因为他连一个普通的民众 都没有制止他做这些事 饮他就去扔这些 鞋音炸弹 如果真的不认同他这样做的 至低限度都有一些小情大戒 或者是一个约谈 现在见不到有的 好了 那至于那封信里面 为什么说大陆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吃不起茶叶蛋和炸菜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反奉手段来的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台湾的政论节目 讲到大陆民间经济状况的时候 有名嘴就曾经说过 说大陆民众是穷到吃不起 茶叶蛋和炸菜的 消息传到微博上边 就引起了大陆网民的哗言 于是乎他们经常就拿这东西 去椰域台湾 刚刚才就有这个 老弹和炸菜 这个字就加上炸弹 他又拿了来用 有个关联感应在 但是我始终都是觉得 这些行为就相当无聊 我们看看台湾方面的讲法是怎样的 国军的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就说 首军在9月2号下午 去到桂山沙滩附近巡查的时候 发现到一包是以垃圾袋 所包裹的食品 而此就是一架遭到 首军驱逐的无人机所投策 首军已经通报了 各个据点、单位 持续加强警戒搜查 对于大陆无人机持续挑衅和骚扰 甚至以投策物品危害军民的安全 国军将会依照自我防卫的原则 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 上次就已经有一架大陆无人机 被台湾的军方射下去 那那个就连残骸都找不回 现在这架就偷鸡 去到人家的沙滩上空 扔低些东西就松人了 那怎样呢 这些这样的桥段 如果用上了在一个真正的战场上 其实都没什么作为而已 你这些无人机 就算派一千几百架 浩浩荡荡洗过去金门 那又如何呢 台湾方面它都晓得防卫的 那你未飞到过去的时候 人家都已经是能够用电子仪器 侦测得到你的存在 怕且一下机关枪全部都掃下海了 其实这些商用或者民用的无人机 同样都在乌克兰的战场上有使用到的 但是它就较少情况下 用来配备一些小型的炸弹 因为这类的无人机有几类的缺点 第一就是负重能力有限 你只要去配备炸弹的时候 那个威力肯定是很小的 变成了作用又有限了 第二逐航范围有限 它不能够飞得太远的 十几公里就最尽了 第三就是它的电池 只能支撑到最长四十几分钟 如果你反航不及的时候 那机就从空中聚毁了 故此来说 这些无人机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主要是用在侦测敌军的位置 搜寻挤藏在阵地里面的敌军 从而对他们作出精准和直接的打击 是这样用居多的 就不像这个全州机长去订榨菜 订茶叶蛋这些 傻瓜 但是我们都预计了 这些无人机滋扰行为 在往后只会变得常态化 因为大陆可以用的选项有限 因为非这些无人机 始终成本又比较便宜 当然现在就说不准 究竟这些大陆无人机 真是由胡锡进口中所说的 民间无人机爱好者 自主发动出来的 还是背后是有官方的影子 但是估论怎样都好 玩这些民用无人机 成本低很多的 一架这些东西 千两两千元人民币飞过去 就算被台湾方面击落了 也是不见两千元而已 就好过去说非那些 战机 诸如此类 那些耗油量又大 维修费又厉害 基本上如果要动员那些军备的话 就是烧钱的 这些都没有说不烧钱 对不对 但是成本就炖腿和牛腿 而且取得的效果似乎都不错 看到那些小粉红如痴如醉 怀劳取暖的 那已经有效果了 做大内宣了 好了 接着我们又看看 另一单的消息了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所说 日本国会和台湾政府 已经同意了 就着中国可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 讨论怎样撤离日本的桥满 共同社就说 这一项协议 是由日本的国会议员代表团 在8月访问台湾的时候所达成的 日本国会议员穆元任表示 由于日本和台湾并无邦交关系 官方无法进行直接的接触 因此国会代表团将会代替日本政府行事的 致力于加强日台关系的自民党众议员穆元任 是上个月22日和日本国会 友台团体日华议员肯谈会 一起出访台湾的代表团成员之一 根据日本驻台机构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统计 日本在台湾的桥民数量 大约有2万人 共同社就说 过去当一个国家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 日本通常会派出自卫队的飞机 协助撤离桥民 但是目前不确定 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 究竟撤桥的专机 是否能够降落得到台湾 因为大陆政府将台湾 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据牧原的说法 虽然私人飞机和船舶 是可以在大陆入侵之前 是用于疏散的 但是日本国会议员 和台湾的高层官员 还未就此展开全面的讨论 而共同社就说 由于日本外务省 不能够和台湾进行正式的谈判 日本国会和日本的企业 将会在闭门会议上面 和台湾的部长级官员接触 讨论撤桥的方案 而在8月22日至24日 日本议员代表团访台期间 是和多个台湾政府高层见了面 包括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 外交部长吴超洩 和立法院长尤石昆等人 日本和台湾现在讨论这个撤桥方案 其实是很理性和务实的 为什么呢 所谓有備无患 因为日本方面已经是表态了 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 意味着台海一旦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 日本就并不会坐视不理的 他肯定是会作出一定程度上的干预 无论是直接的军事介入也好 或者是对台湾当局提供军备的援助也好 无论哪一种方法 其实同样都会得罪了大陆 故此在台湾那两万个日本的侨民 就会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当中 现在谨定这些撤桥方案 就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又不认为 日本或者台湾 是会预计短期之内大陆会攻台 这些就是两回事 谨定一个撤桥方案 不代表短期之内会发生战争 因为无论美国、日本 甚至乎是澳洲都好 大家都在盘算着一件事 就是到底大陆何时会对台湾动手呢 大家有个共识的就是说 认定了大陆是会武力攻台的了 但是究竟具体的时间 是何时才会发生呢 各个国家预计的时机都是不同的 但是全部都是预计它几年之后的了 所以现在谨定的撤桥方案就对了 一旦真的有起事上来的时候 起码有个应变计划可以用得到 但是就算最终用不着的 无论对于日本或者台湾都好 其实都是没有损失的 所以现在谨定就是对了 我们再看另一件事了 在昨天有四艘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巡视船 进入了台湾海后 外界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躲避巨峰 因为台风牵南落 目前正集结在冲城附近的海域 而这四艘日本巡视船 原本就是在钓鱼台列岛 亦都只是日本称之为的 尖角珠岛附近 进行巡航的任务 但是由于快打风了 所以就疏散到去 有台湾中央山脈所阻挡的台海一侧 它其实如果要避风的话 大可以驶到老远都可以 不一定说要走去台海那里避风 所以这个就意味深长 日本的船只 四艘那么多的 进入了去这个台湾海峡 声称避风 实际上是不是要避风这么简单呢 我认为就不是了 这个多多少少就是要对大陆发出一种的信息 就是日本不会对台湾海峡所发生的 他们的状况 保持沉默的 他们是会采取主动的做法 我相信是一个示威的行为 但是大陆方面又很难来到去骂他些什么 因为他没有说是示威 名义上哪个是避风 那你又很难赶他 实际上你都没得赶 你无从入手 不单止说是日本的船只 有在台海出现 美军的船队刚刚才驶过 那又如何呢 虽然大陆自己的声称 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内海来的 这件事我们一早都判断了 大陆说这些东西 他当然就是有他的道理 他说什么都有他的道理 但是你实际上如果是有难度的时候 等同于是搬石头踏自己的脚 你说完出来都没人尊重你 没人遵守你 那你说来干什么呢 现在连日本的四艘船都去了 哪四艘呢 名仓号 助渡号 武甲号 和残波号 四艘的巡视船 在台湾海峡同时出现 但是大陆就无计可思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